注意看 博尔特即将为我们献上一道甜心名菜 生吃贝利 这场经典中的经典 发生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 男子4成100米的接力决赛现场 最具有看点的无非就是 亚买加短跑接力天团 与美国接力队的一决高下 在比赛开始前 美国队为了将亚买加短跑霸主的地位拉下神坛 便针对性地对其制定了一套战术 贾斯汀·加特里与泰森·盖伊自信表示 把最后一棒交给自己的好兄弟贝利 绝对万物一失 他们认为 只要让在第二棒的加特林和第三棒的盖伊拿到优势 那后承拉抱博尔特 绝对不在话下 此时的贝利还在幻想着待会读过后该怎么庆祝 殊不知自己已经成为了大冤种 还要让人落一辈子 一旁的博尔特也早已见怪不怪 并且当面对着贝利 做起了准备起飞的动作 还不忘秀一秀那沙包大的攻二投机 就好像是在告诉美国队 不要想着搞什么小动作 即使你手里捏着四张二 但在我王乍面前 就是个弟弟 伴随着伦多奥运会上的主旋律响起 亚买加队与美国队的较量即将开始 近十年来最有能力挑战亚买加队的美国队 第一棒 克里·金蒙斯第二棒 贾斯汀·加特林第三棒 泰森·盖伊 第四棒 赖恩·贝利 全场数万名观众的目光 此刻都聚集在这两支队伍身上 接下来 就让杨健老师带领大家 一起尝尝这道田径名菜的味道如何 带上锅碗瓢盆 我们发车了 比赛开始 出发之后 大家的启动反应都非常快 内沙拉卡特在前面处于领先 美国队 金蒙斯也好不是弱 看看第一二棒的交接 美国队的第二棒是贾森·加特林 迈克·弗拉特紧随其后 美国队领先 看看第二三棒的交接 谁的交接棒更顺利 将会完成最后的决仨 杨健老师带的第三棒是布雷克 美国队的第三棒是泰森·赛伊 士君丽敌 第四棒的决胜 布雷克果然是更快一些 最后一棒完贝利队由三布尔特 布尔特出发了 权力冲刺 看看出发中阵的时间是多少 权力加速 36秒85 85 新的世界纪录 36秒85 布尔特毫不客气地放出王炸 将美国队按在地上摩擦 顺便再破个世界纪录 这道生吃贝利果然是一道硬菜 让人回味无穷 通过回放可以明显看到 贾斯汀·加特林和泰森·盖伊 在前程确实给后绳的贝利 提供了足够大的优势 可处于第四棒的贝利 却没能把握住 反而被博尔特给拉爆了 当贝利与博尔特同时接到第四棒的那一刻 美国队的急局就已经一目了然了 这不就相当于贝利在直道上和博尔特比白米吗 能有胜算吗 他那后称恐怖的加速度 直接将贝利做成了一道世界田径名菜 且流传至今 或许贝利到现在都没想明白 自己为什么会被安排到第四棒 不得不说 贾斯汀·加特林这战术实在是高 时隔十年 赛线经典 刀哥即将为我们献上第二道田径名菜 刀销布雷西 布雷西 本届赛在白米银牌最后一棒的激烈竞争 德格拉赛在拼的 哦 德格拉赛最后一棒压了美国队 这场比赛发生在2022年 尤其是景赛男子4成100米的激烈决赛现场 在这个没有了大小王的时代 依旧手握四张二的美国激烈队 自然成为了本场比赛的最大焦点 在场数万名观众的目光 也随时聚集到美国队身上 且一致认为 在这个手势四张二就能称王的时代 美国队想要拿下比赛简直一如反掌 可是田径偷牌怪德格拉斯可不累了 并表示 我还在呢 能不能考虑一下我的感受 刀哥为了保持自己在大赛上的百分百胜率 势必要在这里再次证明自己 带着逢大赛 比拿牌的铁律 准备开启大招反手打美国队一个春天 接下来就跟随着解说员的脚步 一起见证刀哥的风神时刻 为好米饭 我们发车了 美国队在第三道 他们家队在第二道 美国队克尔曼速度很快 起跑非常顺 已经到了极限速度 美国队一交二 莱尔斯加速 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 美国队交给第三棒霍尔 竞争非常激烈 范尔斯在弯道不错 布雷西 本届实在白米银排 最后一棒的激烈竞争 德格拉赛在拼打 德格拉赛最后一棒压了美国队 德格拉赛 加拿大队获得了冠军 本以为刀哥一百米没进决赛 二百米退赛 快要让所有人都失望的时候 在一百米吉利赛上 刀哥绝杀美国队 原来退赛是去找博尔特买挂去了 从回放中可以看到 美国队还是一如既往的在关键时刻掉链子 怎么 在对接第四棒的时候 就一定要翻轨一下才行吗 这么多年的老毛病就不可改改 这下好了 主书的鸭子都飞了 而装死半年的刀哥健壮 瞬间满血复活 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 成功将美国队这块 几乎已经带到脖子上的金牌摘了下来 美国队把自己CP又想爆了都想不明白 一手稀烂的牌也能打出春天 在这个四张二也能称王的时代 却被憋死在自己手中 从此莱恩贝利不再孤单 由布雷西作伴 因为刀哥也为我们献上了一道田径名菜 刀削布雷西 听着盖伊哥的放松解说 品尝着莱尔斯为我们准备的最后一道田径名菜 枪指耐顿 何尝不是一种惬意的生活呢 这场比赛发生在2020年 全美锦标赛男子200米的决赛现场 为了给大家呈现出一个更完美的视觉体验 真男人盖伊哥亲自上场 给我们带来沉浸时的原生解说 由于盖伊哥第一次当解说员 还在热身调整打背 所以就先让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各位参赛选手 第九道是美国选手贝德纳雷克 东京奥运会200米银牌得主 最好成绩也跑出了19秒70 第八道一头金发的小哥叫伯林 2021年是那200米的冠军得主 在众多黑人选手中显得优味突出 第七道是美国选手科尔利 东京奥运会100米银牌得主 立志成为像博尔克一样的人 第六道是诺亚莱尔斯的弟弟 约瑟斯夫莱尔斯 第五道是重回巅峰的诺亚莱尔斯 个人最好成绩19秒52 是一个有希望超越伯尔特的年轻人 第四道则是我们今天的主角耐顿 没有什么优异成绩 但年纪却是优异 第三道和第二道的这两位哥们 也就不做过多的介绍了 因为我不认识他们 他们也不认识我 不得不说 全美选拔赛的阵容 丝毫不比一些世界大赛差 接下来 就让我们沉浸似的好好欣赏这场比赛吧 该一个等待许久 早已挂好工档 准备上高速 听完盖伊哥的解说 真是整个人都得到了升华 无比放松 在我看来 盖伊哥在解说界轻轻松松当的第一眼不为过 眼归正传 从回放中可以看到 莱尔斯在前程就像是老奶奶蹬腿一般 没有太大的优势 但要知道 莱尔斯可是后城睡一怪 在弯道进直到后 他利用强大的后城能力 直接超越重人 且在最后冲线时刻 还不忘调侃一番 并做出了枪制耐顿的手势 这要是让别人看到 还以为你俩有什么深仇大恨 在场上放完枪后 莱尔斯继续拿出他的小天才电话 打给贝利和布雷西 表示再加一道菜 枪制耐顿 真的是在耐顿愤怒的边缘来回试探 这要是让博尔特上场 都得吃一枪子吧 就连挂挡达人盖伊哥都甘败下风 表示你小子比我当年还嚣张 大家品尝完这三道世界田径名菜后 觉得哪一道菜更下饭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